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高雄市古山区 快速到路路桥 日半滚凝土车一次是超速或是超载 下桥的时候失控擦撞护栏 结果跌落三层楼深的桥下 30公顿重重砸地面 零件玻璃瞬间喷出 附近居民全都被吓坏 还以为是发生爆炸还是地震 有房子垮了 出来查看发现驾驶已经被车头压住 满脸湿血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伤重不治 而隔音版的碎片也砸伤了 骑车的一对阿嬷和孙女 当场摔车幸好只有皮肉伤 玉半火泥车左侧翻腹 车身严重变形几乎快解体 既有流满地驾驶被车头压住 满脸鲜血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满地碎部力零件 还有断掉的树枝 就在14号中午高雄市古山区 玉半火泥车从三层楼高路桥 擦撞护栏后翻覆 从天而降砸落 瞬间仿佛天摇地动 这很大声啊 很大声的这样子 啪啪啪啪这样会较下来 像房子爆炸 这东西全部一口也砸下来 你以为这边房子还是地载 还是有阵力的 玉半火泥车驾驶送一箱重不治 被撞毁的隔音板 砸伤骑车路过的一对阿嬷和孙女 好险只有受到轻伤 但类似车祸已经不止第一次 同样是玉半火泥车 因為超載 煞車失禮 擦撞 護欄檢視成功 初步懷疑 越半火泥車 疑似車速太快 再加上超載 才會下降時 時空反覆 再看看當時雜落驚險瞬間 好險機車族已經先通過 否則後果十分嚴重 記者紅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 一輛載著挖土機的大型連結 下午三點多 行進台中市向上路 六段疑似是煞車失禮 整輛車時速衝撞了等紅燈的兩台轎車 還有路邊停放的三輛摩托車 最後撞上了檳榔灘 才終於停下來 幸好駕駛即時打開車門跳車 只有受到輕傷 拖板車疑似煞車失禮 失去控制 一路往前滑 駕駛開門跳車後 整台車撞上路邊好幾台停放機車 機車被撞上搬滾好幾圈 揚起白色煙塵 駕駛也趕快從對象衝到人行道 坐在地上表情痛苦 這裡的車 我就說我把你撞去看看 十包啊 沒了 那是我怕撞到人了 另外現場一片狼急 拖板車頭歪了一邊 上頭載的挖土機 因為強大撞擊力掉到地上 路邊標誌感紅綠燈連根拔起 疑似煞車是0 二十五歲 鄧姓駕駛一共撞上兩台轎車 三台機車最後卡進檳榔灘 才停下 我們停紅紅燈啊 他就突然就後面一直被推撞啊 我就突然就砰砰砰砰 好像在催急的時候 砰砰就去 事發下午三點二十八分 台中向上路六段 是一段長下坡 拖板車駕駛發現踩不到下車 機警跳車保住一命 也幸好沖上人行道時 沒有路人經過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台北市士林區建坦路 陳德路四段口的社區大樓 昨天晚間鷹架突然崩塌 一樓的甜點店門口 被大量的瓦力堆給堵住 導致店員和顧客一度受困 據了解大樓正在施工要拉皮 當時一次是強風導致鷹架不堪負荷 所幸沒有路人遭到波及 女子在甜點店購物之間 大門突然去列搖晃下一秒 紅人巨像長大5秒 女子整個嚇傻動也不動 還以為發生地震 但換個角度 原來甜點店外刮旗鎮大風 沒多久上方陰架整個掉落 石塊土對轟的一聲傾斜而下 整個外橋崩塌 煙辰弥漫 甜點店瞬間被瓦力堆封死 店員和客人嚇到不知所措 只能靜待救援 台北市士林區建坦路 陳德路四段口 一處社區拉皮工程 13號晚上外牆突然崩落 路過民眾直呼 早在下午就聽到有瓷磚掉落 還有人說應該是外牆瓷磚敲除後 沒有定期勤運 重量太重才會掉下來 承住這個店面的時候 早就知道說 我們這一棟大樓要拉皮 它要留一個信出口 所以它的工坊 只能是加強三角墊 承重量可能會比較弱 時機回到現場 人有拳頭半大小的磚塊 平平落下 這棟38年老舊大樓 原本一樓是地標店面 麥當勞 協業後空了兩年 由甜點店進駐 沒想到才剛試營運 就發生驚魂意外 儘管處目前也勒令大樓停工 要檢查是否做好防禍 避免驚悚意外再度上演 借船10電張貝茲採訪不懂 新北市新莊這一名母親 酒駕騎車上路出車禍 結果兒子噴飛出去 當場骨折 媽媽竟然就丟下兒子 肇事逃逸 讓目擊者全都看傻了眼 之後她自己再度發生車禍倒地 酒測值高達1.13毫克 一大早 媽媽騎車在兒子出門上課 但正輛車左右搖晃 就在下一秒 和對相機車擦撞 兩輛車雙雙倒地 後座兒子重摔 媽媽安全帽也噴飛 孩子傷得不輕到路旁休息 這時媽媽竟然不見了 碰 碰一下 兩車相撞 聲音很大聲 就開始哭了 尤其是那位救護車來的時候 哭得更大聲 母親安全帽一戴 油門一催 頭也不回 離開現場 丟下骨折的兒子嚎啕大哭 離譜母親照逃丟包 隨即又和另一輛機車 撞個正著 這次總算栽跟頭 新北新莊中和街上 13號早上7點半 40歲盧姓女子 喝了三罐啤酒 在兒子上學 但先是撞機車趙逃 把手骨折的兒子丟路邊 短短幾分鐘內再度肇事 警方對她實施酒測 竟然高達1.13號客 離譜行進 讓路人都傻眼 趙氏媽媽是職業會計 自稱酒是前一天就喝了 但酒駕還趙逃 觸犯公共危險罪 不但在孩子手上留下傷痕 更為她做了最壞示範 記者黃天耀翻亞橋新北報導 馬來西亞籍的蔡姓模特兒 來台灣讀書 結果她遭到了殺害 而凶嫌自稱是她的男朋友 兩個人在交往中 還說她飯後吞下大量的藥物 是要跟著一起走 向警方自爆殺害女友 是加工尋斷 不過我們獨家找到閨蜜狠狠打臉 說這名誠信男子根本不是男朋友 法醫高大成也懷疑恐怕是求愛不成 痛下殺手 痛批凶嫌 謊話連篇 局域男拿著飲料零食 一派輕鬆藥開車回家 根本看不出她剛犯下殺人罪行 殺害馬來西亞消磨的誠信男子 從死者住處開車回英哥 沒想到過不了多久 竟是在家吞藥被推上救護車 她還歸辯是協助小摩親身 但我們獨家找到死者閨蜜知乎 不可能 她不會是親身 因為我有跟她約了 禮拜五要一起上課 就人生想追女生 算是有在一起嗎 沒有 離開死者住家時 一派輕鬆 成親范賢 12號中午進入後 當天傍晚室友還跟小摩說過話 直到范賢隔天離開 中間關鍵18小時 究竟發生什麼事 吞捕拿疼 親身的范賢 醒來就說我殺了女友 是家公親身 但不知警方和閨蜜駁斥男友身分 殉情說法更被打臉 高大成更點出 若真是家公親身 不可能用勒緊太痛苦 後續待宴 有無安眠要性侵抓痕等跡象 若有其中一樣 恐怕就是由愛深恨的殺人案 外型亮眼 兼做直播的被害人 僅剩三個月就能從明傳大學 畢業回國 如今卻命送台灣 這也是近三年內 國內第三起媽郭年輕女子 被殺案件 讓當地網友寬轟 又有台魔殺死大罵女生 但這次驚悚心胸 背後動機至今依舊 疑暈重重 這是姚立強 黃玉蘭台北 加一名老翁 他的機車鑰匙 一不小心掉進了排水孔 伸手下去想要撿起來 但沒想到鑰匙沒撿到 整隻手卡住 直接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他不好意思呼救 是路過的民眾發現 才趕快打119救人 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這名老翁整個人趴在地上 非常的尷尬 右手卻是卡在圓圓的排水孔裡 消防隊員在旁邊是先用肥皂水 和沙拉油想幫忙脫困 都沒用 最後只好用電鑽破壞了水泥地 那麼消防人員還用棉被蓋住了他 避免在鑽地的時候受傷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搶救 才終於脫困 也找回了鑰匙 高雄一名知名的高職呢 就有這個老師發現 女學生在校園裡面 到處遊蕩行機可疑 但是一查身份證之下 卻發現 這名女學生竟然是男生伴的 而且是台大的碩士學霸 他說是為了要紓壓 在網路上購買了女生制服 才闖進了校園裡 被警方依法送辦 女學生娃娃頭中長髮 穿全套制服 白長襪 黑皮鞋 坐在高職辦公室 第一眼完全看不出 她居然是個男生 說話聲音柔柔細細帶頂沙雅 竟然男扮女裝 衣服跟畢業生買來的 穿女裝闖進校園 校官跟老師立刻報警 男扮女裝闖校發生在高雄市區 一所高職 前犯還是名學霸 從熊中正大到台大碩士 才剛畢業回到高雄 買女生制服 闖進校園閒 被宿舍涉間發現 到底去學校想要幹嘛 警方正訊後 把這名變裝的台大學霸 依照社會秩序維護法 移送法辦 但法院判決出爐 竟然免罰 台大碩士學霸 為了抒壓男扮女裝 闖進高職校園 法官卻判免罰 校方無奈 只能加強校園巡邏 免得讓人有樣學樣發生危險 高雄有垃圾 清運車發生意外 清潔隊員13號晚間 在垃圾車行進之間 站在車斗一邊 要整理廚餘桶 但他突然一下重心不穩 從車上正面摔下來 驚險18秒鐘的畫面曝光 相當驚人 幸好這名隊員 在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版圖疫情持續高原期 今天的死亡案例高達80例 創下這一波BA.5 疫情的新高 黃立民醫師呼籲 可以打BA.1 這個次世代疫苗的人 就趕快打 據統計 次世代疫苗到現在目前為止 累計接種有64萬人次 指揮中心分析 一般在接種之後 如果身體不舒服 常見的有八大症狀 包括注射部位疼痛 或是注射的部位腫脹 疲勞 頭痛 發燒 嗜睡等等 另外隨著流感器來臨 在今天也出現了第一例 有長者沒有打流感疫苗 結果感染流感 併發重症身亡 本土疫情持續在高原期 14號新增 確診48205例 比上週同日下降了4.9% 但死亡案例多達80例 創下這波BA.5 疫情新高 民眾到接種站排隊 施打次世代疫苗 指揮中心公布 接種次世代疫苗之後 症狀統計 最多的是注射部位疼痛 醫師黃立民認為 原始足足的疫苗 幾乎可以放棄 現在可以打BA.1 次世代疫苗就趕快打 新冠肺炎疫情 還沒有完全控制 如果再加上流感的疫情 可能造成重症 以及死亡率增加 羅毅君表示BA.2.75 BQ XBB BA.3.20 隨著邊境開放之後 都有可能被陸續帶回來 主要的症狀 依然難脫咳嗽 喉嚨痛 流鼻水 發燒 現在更出現了第一例 流感併發重症死亡 是一名九十多歲女性 確認感染H3N2 呼吸不順 當天病逝 醫師黃立民提到 今年台灣不利因素 有四項 病毒找到 流行病毒株為H3N2 國門開放 以及防疫疲乏 三病一菌 多重感染 成為未來三個月的重大威脅 這些沒有錯都是在我們秋冬季節 很容易流行的這個呼吸道傳染病 一起去感染 當然也有這個機會 國外研究發現 肺炎鏈球菌合併 新冠肺炎 30天內死亡率提升8倍 疫苗保護力流感6個月 新冠是3到6個月 肺炎鏈球菌長達10年 醫師黃立民提醒 慢性病族群吸煙者 經常外出的高齡族群 都應該要儘快接種相關疫苗 提升保護力 避免感染多種病毒引發重症 記者李勤王一仲台北報導 南海的熱淡系低氣壓 在今天下午2點 生成了第19號颱風桑卡 不過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另外有兩個熱帶低壓 最快明天白天陸續 可能生成泥沙和海棠颱風 其中菲律賓東方海面的熱低壓 有機會是生成了颱風 就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跡象局表示 依照目前的路徑來研判 發佈路徑的機率很低 不過還是要觀察路徑 以及暴風半徑的變化 陳時中上節目 接受訪問時抱怨 他成了防疫失利的劍拔 甚至還說後悔 為當指揮官 代表市長柯文哲 聽到之後大笑諷刺 他說哪有人只享受光環 卻不想負責 而陳時中為了要推政見 特別繳了外國人 來拍影片助選 沒有想到一開口落英文 卻讓網友聽傻了也 當初背著防疫指揮官的光環 落跑去選市長 如今高端喊防疫落差 成了被攻擊的選情破口 陳時中這麼說 這意思難道是說自己不愛當官 柯文哲諷刺別得了便宜又賣乖 你不能當時享受光環 然後現在說我好會的 好 我也去當那個 不行了 人活在世界上 權力義務都相對的 陳時中肚子有沒有料當市長 他說當市長要推國際事務局 還專門找外國人一起拍影片 但他說出口的英文 卻像是小學生課本才會有 陳時中講英文 全程低頭狂看稿 連投給我都講錯 外國人熱情提問 陳時中用中文回答 卻還是大背所問 外國會有問他說 有永久居留證的人 是不是可以在台北市投票 結果他回答的是什麼 你知道 我們做這個國際活動的目的 不是為了賺錢 你在講什麼 因為有的外國朋友 是聽得懂中文的 他恐怕就算聽得懂中文 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當市長未必英文要好 但你連翻譯都不找 獨自狂搞英文秀 不知道老外們有沒有聽懂 即將黃明君 許國好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日本京都局高校 有橘色惡魔之稱的吹奏部 雙十國慶受邀來台演出大受好評 這兩天又有網友分享了幾段 吊鞋子的小插曲 當中最受矚目的是一名樹敵手 在表演當中 他的鞋子意外掉了 但他非常的鎮定 對形腳步一點都沒亂 而且一邊跳一邊吹奏 還一邊要注意鞋子在哪裡 想辦法用撈的 把鞋子挪到自己的腳邊 迅速穿上 不慌不忙的表現 網友都大讚 真的好厲害 橘色惡魔國慶前三校聯合演出 這段吊鞋插曲 再呈討論焦點 畫面中樹敵手跳著跳著 鞋子掉了 他鎮定自若 穿著襪子繼續跳 邊跳抽空把鞋子 嚕嚕嚕嚕嚕到腳中央 3 2 1 抓準時機 成功踩進 吊鞋過程不慌不忙 畫面被PO網大獲好評 但你不知道的還有折趴 穿不到20秒 同一個人同一隻鞋 又再度飛了出去 他乾脆放聲 途中隊友還不小心踢到 這誰的鞋算了 先踢去前面 助敵手就這樣 穿襪子跳了3分鐘 最後是指揮幫忙撿鞋 而另一頭的Sax Fonso 也面對同樣的狀況 Sax Fonso也是跳一跳 鞋脫落 但他找不到時機穿 等到揮手謝幕 從上前穿回鞋子 不知不覺當中 就把那個鞋子給穿回來 我覺得很厲害很讚 運面能力超強 兩人的吊鞋小插曲 也展現出橘色惡魔的高穩定度 碰上突發狀況 鎮定自若 完成演出 由楊先生的警察台中採訪報導 店家公修 但貼出來的店修理由 讓人笑破肚皮 有豬腳店說 因為豬腳被偷了 因此休息一天讓網友笑翻 有人就瘋狂接龍說 那帝王江母鴨 這個公修是因為帝王駕崩 而大腸包小腸是雙雙腸胃炎 這樣的理由刷了一整排 還有這一張讓人一頭霧水的菜單 像是昌宰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帶你一塊來看 香噴噴主角有民眾上門要買 卻有老闆貼出這一張 主角被偷沒得賣 笑翻網友店修理由 錯逃幾堆 網友也跟著歪樓刷一排 帝王江母鴨 帝王駕崩了 永久歇業 大腸包小腸 雙雙腸胃炎 休息一天 海底撈 還沒撈到 太陽餅 今天陰天也沒賣 臭臭鍋 昨天有洗澡洗香香 休息一天 鳳梨酥 今天鳳梨營 慶祝休息 要燉排骨 要頭被抓到了 永久斜葉 麻辣鴨血 鴨子瓶血 休息中 一整排奇葩接龍 讓人笑到冰島 太陽沒有生起來是不賣 鴨跑了 所以休息一天 就覺得很有可能 店修理由千奇百怪 這一張菜單也讓人看都沒有 鴨鴨蛋炒柔筍炒柔筍 牛順嗎 牛順是什麼 我不知道耶 神秘手寫菜單揭曉 鴨鴨就是蔥花蛋 牛肉炒硬菜就是擦硬菜炒空心菜 擦柔筍就是炒柔筍 鴨鴨喔 阿翔不是擦柔筍嗎 幹嘛 剛剛第一個比較看不懂 那個蔥蛋 鴨鴨 鴨鴨擦硬菜擦柔筍 用閩南語直接翻中文 真的太直白 記者黃旬金獻忠高雄報導 又到了屏東恆春半島刮洛山峰的季節 有女騎士的安全帽被十級強風差一點吹走 她用手去扶 結果失控自摔腳也被壓傷 附近店家看到趕緊幫忙擋車救人 那麼其實每一年強勁的洛山峰都發生意外 吊橋變成了海盜船 遊客是差一點摔下去 還有這個半桌婚宴新人的裝髮群亂 燈桿也攔腰折斷 這風力真的相當驚人 女騎士騎車搖搖晃晃 突然車身大橫 接著被強風吹到自摔 腳被機車壓住完全爬不起來 附近店家看到了過來解圍 把女騎士扶到路邊擦藥消毒傷口 自摔地點在屏東恆春市區刮起洛山峰 十三號當天最大陣風來到十級 相當於輕度颱風 恆尊強力洛山峰闖禍可不只這一件 滿洲吊橋被風吹到劇烈搖晃如同海盜船 遊客必須蹲下緊抓繩索以免摔下去 還有半桌婚店 帆布棚架被吹到就像快解體 新人賓客頭髮炸開超狼狈 甚至發生燈桿藍腰折斷 監視器也被吹斷 強風中劇烈擺盪 東北季風來襲 恆真刮起強力落山峰 民眾外出到空框地點要特別留意 以免發生意外 新北市勞工局積極打造更好的就業環境 不但就業服務佔全國最多 升障定額進業率也是六都之冠 期盼新北市的勞權能夠邁向更好的未來 新北市勞工局12號在市政會議 進行報告 分享過去四年來的勞工協助作為 四年下來各據點累積 提供超過51萬人次就業服務 勞工局也積極協助企業禁用生障者 生障定額禁用率結局六都之冠 另外降低職災也被勞工局列為努力目標 我們推動了很多的政策 包括職災地圖 包括補助危險企業的一個安全設備 等等 都希望能夠有效的降低職災的發聲 為了讓弱勢勞工權益 可以更受到保障 新北市勞工局長持續結合跨局處團隊 以及結合民間團體資源 共同合作打造新北友善職場 讓新北勞權持續向前邁進 記者鍾夢如SNG小組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